像植物绝类 光阳的衣服上面也是有巧思的绝类系装外套 好来右手连对绝类绝类 让光阳的歌声就像这个猛男的臂膀一样可以帮你 是的 她要集满旅行 谢谢光阳给这家代注 好爱 谢谢 我怕我太沉 你放不下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抱得起来 然后心得我没有这样被抱过 不过因为我跟阿关认识很久了 我就让他抱一下看 阿关你是假装跌倒的吧 没有我是真的抱不起来 真的吧 然后因为我怕压到他所以我有撑住 会特别害羞吗 会耶 其实不是很习惯 因为那么多人在现场也不认识的 有一些不认识的 然后就要没有穿衣服在那边被 因为拍照焦点就是你身上嘛 所以就一直觉得好像自己身上很多人在看那种感觉 有没有一些地准备 或者是一些防护措施吗 有啊 就是 比如说我们出去只要 可以 一没有需要到 比如说现在我不可能戴口罩嘛 吃东西的时候不可能戴口罩嘛 那平常其他时间都是戴口罩 然后呢 用过的一些大家都会在的使用的工具吧 应该都是 譬如说电梯 很多人忽略的电梯 因为电梯大家都会按按那个按钮嘛 对不对 还有就是手扶梯等等等的 然后就是会去洗手 那这一次呢我们演唱音乐如其举办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要求也一定会叮咛大家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譬如说 呃 不只有观众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都是很小心的 我们只要 呃 全程都要戴口罩 除了上台表演的朋友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自己要准备好自己的口罩 而且是要医疗型的那种口罩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观众的话 而且每一个人都会量体温 然后这一次工作人员也要量体温 然后呃 表演者也量体温 然后呃 观众呢 进场之前也会量体温 如果是超过37.5度的话 可能就是要叫你回家 然后可能可以退票这样 呃 大家希望吗 重点在这里 你装 蛤 装不掉啊 那的话你帮你 我怕不掉 想说 练 练 现在变得蛮有效果的这样 我只是怕大家出戏你知道吗 我明明 我明明在唱一个很OK的歌 或者是告诉大家一种很 很有你知道吗 很有情感的 或者是很有情绪的东西 突然间就大家觉得 为什么你穿成这样出来唱这首歌 如果是什么都要看 我明明在唱歌 我明明在唱歌 我明明就想看你 感谢观看